古代人,求仙丹,现在人,养生,都是为了一件事,那就是长寿。 然而,在通往长寿的道路上,有很多的半小时。 其中,生活习惯,是多数人,长寿道路上的,一颗巨大半小时。 尤其是,45岁后,想要长寿,更要注意生活方式。 45岁,可以说,是身体健康的一个温水领。 一旦过了45岁,身体各种小毛病,便开始接种而来,危害身体健康。 所以,45岁后,想长寿,少吃三瓣,多喝三茶,做好三瓣,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,促进身体健康长寿。 45岁后,想健康,少吃三瓣,一,少吃咸饭。 咸饭,就是含盐高的饭,如,酱油炒饭,酱油拌饭等。 45岁后,要尽量少吃,因为,咸饭中的高盐,对于身体健康,十分不利。 一方面,盐摄入过多,影响血压,容易诱发高血压,危害心血管健康。 另一方面,盐多有肾脏代谢,吃太多的烟,会影响肾脏健康,损害肾功能,加速肾脏衰老,危害健康。 并且,45岁后,身体的症状们开始加速衰老,此时,身体已经不堪重负,不能再像年轻时候一样,肆无忌惮,此时,一定要注意盐的摄入量。 除了要少吃咸饭以外,日常炒菜用的食盐,调味品,零食等等,也是含有盐的。 这个总的盐用量,要控制在6颗以内,而少吃撑干,饭吃七八分饱,羡慕吃得太撑。 很多人,一看到美食,就不舍得住嘴,一直吃到撑了,无法继续吃,才满意,觉得这样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。 然而,吃得太沉,太饱,对于身体健康,十分不利,人体的外,有伸缩性,吃太饱,胃会不断被撑大,整个胃都会膨胀起来,胃及附近的肠道,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,容易引起胃炎。 并且,吃得太多,也不容易消化,加重为不负担。 所以,45岁后,最好采取少吃毒餐,细嚼乱液,吃七八分饱饥渴,切目暴饮暴食,无节日。 3,少吃凉饭。 脾胃功能好,消化机能好,是身体保持优质运转的基础,也是健康长寿的征兆。 所以,生活中,要注意保护讨人体的脾胃,意识上,首先要少吃凉饭,微喜欢微热,害怕冷凉,凉饭吃得多了,会伤胃伤皮,更加影响消化功能。 尤其,很多人生活习惯的问题,导致多多少勺都有些胃病。 如果,45岁后,还是不注意的话,那么,对于肠胃来说,胃害巨大。 并且,45岁后,胃部也开始老化,如果经常吃凉饭,会阻碍肠胃吸收营养。 正在渐渐老去的器官,不能获取足够的营养,会加速其老化,危害甚大。 所以,45岁后,要注意,一定要少吃,甚至不能吃凉饭,来保护脾胃,助力健康。 45岁后,想健康,多喝三茶。 喝茶养生,是非常不错的习惯,更可以逃野情操,助力长寿。 45岁后,不妨多喝三种茶饮。 一,喝绿茶。 绿茶,是中国的国饮,是联合国推荐的六大健康饮品之首。 绿茶,是为净发酵制成的茶,保留了鲜叶的天然物质。 含有的茶多酚,而茶素,叶绿素,咖啡精,氨基酸,卫生酥等营养成分也较多。 绿茶中的这些天然营养成分,对防衰老,防癌,抗癌,砂菌,消炎等具有特殊效果,是其他茶类所不及的。 所以,经常喝点绿茶,对于防癌,抗衰老,有很大的好处。 而喝花茶,花茶,比较干凉,味道放香,浓郁的香茶,有助于调节心情,助于身体健康,生活中, 泡点花茶喝,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此枚花茶,有很好的舒嘎解育之效,并且富含维生素C,可以抗氧化,改善皮肤老化。 茉莉花茶,香气最为醇厚,可方向勤脑,人力气开育, 辟会喝中,有很好的提神效果,可以安定情绪,战断精神。 茉莉花茶,可清热解毒,情感荧幕,降肝火,有助于改善用眼过度的眼睛干涩等。 三,喝草药茶,草药茶,酱药与茶,完美的结合,能防疾病,能品茶叙, 长饮能去外籍,强体魄,安心神,热喉茶,酱汁减肥,已受延年。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有记载,主要为恶病之药,茶为万病之药。 所以,四十五岁后,喝点草药茶,也是不错的选择,如蒲公英跟茶。 蒲公英,药是两用的小食物,全猪可入药,蒲公英跟药效更佳,入肝,胃二精,用气泡水喝,有很好的养生功效。 蒲公英,有黄菩萨菌的效果,被称为天然的抗生素,我们都知道,日常不能滥用抗生素,否则对身体健康不利。 这时候,可以先试试蒲公英泡水,对于满性,严真有效。 蒲公英,还擅长排肝毒,降肝火,预防肝损伤,尤其是对酒精性肝损伤,效果有佳。 所以,喝酒者,日常可以用其泡水带茶饮,玉兰根茶。 经玉兰,药是两用小食物,其要用的是其根精。 玉兰根,用其泡水喝,有很好的养生效果。 玉兰根,可听甘利打,见味消失,并要消肿。 并且,用玉兰根泡水,对于排尿酸,预防痛风也十分有好处。 有研究表明,玉兰根有效成分,有助于降尿酸,减少痛风发作次数,且左右持久稳定。 所以,生活中,尿酸高,痛风者,不妨用其泡水喝。 紫苏茶,紫苏叶,是一味很好的种草药。 清新,温,入肺,皮筋,可放汗结表,身体宽容,健脾趋湿,防暑降温,预防风含感冒。 用紫苏叶泡水喝,可以防感冒,还可以防树开胃,吃下末抽出不错的淡茶饮。 45岁后,想健康,做好四戒,一,接烟酒,还是要老生畅谈,为了健康,请接烟接酒。 烟酒对于身体的危害,想必不用避着再啰嗦了。 并且,45岁后,身体已经承受了烟酒多年的荼毒,此时,已经不堪负重,要给身体减减负了。 所以,45岁,请督促自己,尽量接烟酒,可以选择以茶带烟酒,用好习惯,来代替坏习惯,助于身体健康。 二,接烟,45岁,人到中年,家庭所事多,工作任务重,情绪更易波动。 但是,切记,此时,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,切莫发怒,否则危害健康。 发怒时,人交感神经极度兴奋,身上腺素分泌增加,心跳加速,血压升高,易有发酵化到溃疡,高血压,关心病等。 所以,生活中,要介怒,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,凡事尽量先保持冷静,不要着急发怒,要知道,发怒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,要静下心来,慢慢解决。 三,切懒,人到中年,身体大不如前,人们就更加的懒,越懒身体越不健康,以此恶性循环。 所以,45岁后,一定不要懒惰,要注意,多锻炼,可勤动呢,勤劳动。 读读书,看看吧,勤动脑,勤学习,可以持续锻炼大脑的灵活程度,有利于保持年轻心态。 勤劳动,先从不睡懒觉开始,早上起床后,可以打扫卫生,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,还要坚持锻炼,年轻的时候,可以跑跑步,打打球,上了年纪,可以打打太极拳,保持体型的状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